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两年前刚好碰到 明镜后2点0 新年期间不可以外出 又不可以团聚 所以最近买了很多项酒回来 以为可以在这期间 用酒来出过 我所谓这酒就是啤酒 就是Castard啊 Tiger啊 或者是黑狗 然后因为我有拜神的关系 所以我的黑狗是用来拜神 如果初一十五是落在周末的话 拜完神过后 我就会喝掉它 如果是讲 初一十五落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间 那我就会留着 留着留着 竟然忘记了 那天大超出 才发现我竟然留了 一箱的这个黑狗 因为我的睡眠不是很好 酒量也不是很好 所以偶尔要用这个酒来接酒消愁 所谓我有啤酒 你有故事吗 就想到这些啤酒有拜过神 喝也喝不了酱多 要丢掉又很浪费 所以我决定要来做这一件事情 那就是拿来冲凉 因为有拜过神 有加持过 所谓人说五百五多比 所以就来冲凉 把不好的预期 全部把它冲掉 冲凉的那一部分 我就没有拍给你们看 等一下会吓到很多小孩子 吓好我的粉丝 虽然我的粉丝不是很多 可是 还是要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可以看这个箱头的外观 可以证明我真的已经熟了很久 你们可以看这些已经过期准准两年 这里全部有四十万 这些是已经开了 还有部分还没有开 它的泡沫已经下降了 那么现在继续 40罐的黑狗已经开完了 现在我就会拿一部分来洗脸 然后给你们看看一下 我现在开始拿黑狗来洗脸 洗了脸冲光满面 洗脸冲光满面 你们先看我的脸 是不是很双双双的感觉 洗脸冲光满面 所谓洗脸冲光满面 横财旧手 洗了整个脸很香 所谓人间很爱 车间车载 在此就借这个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生理健康 才言滚滚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我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